今天给大家评测这款乐高 它的零件数只有764片 却拥有变速箱 发动机联动 车头脚盘 可以卸货的翻抖 关键是竟然还做了悬架系统 这就是乐高三月的科技组新品 42139全地形车 先看一下包装 以丛林山川作为背景 搭配全地形车的渲染图 背面则展示了它的一些联动功能 以及一些附件信息 打开包装 一共有764片零件 6个零件分包 3个大步骤 那拼搭手册还是比较薄的 一共是246部 另外这里还有一张小贴纸 好了我们开始拼搭 那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小型变速箱 通过这里的换挡拨杆 控制动力传输环 选择左边的红色16区齿轮 或者右边的蓝色20区齿轮 那选择蓝色齿轮的时候是低速档 对应这里是一组20比12的齿轮组 那选择左边红色齿轮的时候是高速档 对应这里是一组16比16的齿轮组 我们继续 那这里可以看到脚盘联动结构 左边这里有一个手动开关 控制这里的一个类似急轮的结构 那按住开关齿轮被松开 这个时候就可以放出绳子了 那松开开关旋转这里的手动旋钮 就可以完成收绳的动作 这里也可以看到后面的两组车桥 它们之间通过小砖盘零件完成连接 同时也是通过一个小砖盘零件和车头相连 那每组车桥的左右两侧各有一根避震 并且通过避震上端连接的可以活动的60483这个零件 进一步增加了整个车桥的旋转幅度 那动力方面呢 每组车桥中间有一个差速器 另外通过两个小砖盘零件里面的十字轴 最终完成和前面车头发动机的联动 好了 那大概经过两三个小时 这辆全地形车就完成了 这款42139是乐高科技组型目的第一款六轮ATV车型 可以看到整体造型方面呢 是一个六轮全地形林地越野车的样子 细节方面 车头的引擎盖 防撞梁 车灯都做了一定的还原 包括后面的W型方向盘 科技面板搭建的驾驶座 以及灰色的货箱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功能方面 首先方向盘联动 它这里是通过车底的两枚四尺齿轮实现的 很简单的一个设计 再来看一下脚盘 座椅下方这里的红色按钮是脚盘的手动开关 按住开关脚盘上的挂钩就可以手动拉出来 那车身的另一侧则有一枚脚盘手动旋钮 可以将挂钩旋回脚盘 收绳子的速度还好 不算太慢 再来看一下发动机联动和变速箱部分 那可以看到这里是一个小型的双钢发动机 可以在行驶过程中进行联动 那下面这里可以看到换挡拨杆 边上则是通过贴纸对档位进行了标识 不过在这里我们把贴纸左右贴反了 从左到右实际应该是1档 N档和2档 那我们来试一下 首先1档 然后是2档 那可以看到在两个不同档位下发动机联动的速度还是有明显区别的 再来看一下翻抖升降 那这个功能是通过车身侧面这里的一个手动摇杆来实现的 也是一个比较简单的设计 另外翻抖的尾部盖板也可以打开或者关闭 最后来看一下悬挂部分 前后悬挂确实和包装背面所展示的一样 有很大的扭转角度 另外在附件方面 乐高还设计了4根木头以及一把电锯 确实这两个附件的加入让整个场景看起来更加生动有趣 所以呢综合来说 这款乐高全地形车确实是一辆功能非常全面的科技组作品 虽然零件数只有700多片 但是方向盘 变速箱 发动机 脚盘 悬架设计 翻抖升降等等这些功能 让这辆全地形车不但具备不错的可玩性 而且感觉还是一款非常适合孩子入手启蒙的玩具 因为它的功能非常全面的同时 每一个功能本身又非常简单易懂 所以也非常适合新手入坑的 好啦那今天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啦 那下一期我们会带来乐高三月的另一款科技组新品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